這可能是我的頻道的宿命 最近因為有劉世良的事件 令我的頻道有一點點起色 廣泛度是高了 起碼訂閱多了 Patreon也沒有多了 但訂閱多了 好像有點起色 但今天我要說的案件 剛好遇到47人案 在這個頻道來說 我沒有辦法不說 其實我之前已經說過幾次47人案 在很久之前 在中央案件開始結束 我有說過幾次47人案 我解釋什麼共謀者原則 什麼串謀 解釋了整個案的邏輯 也說了陳慶慧的表現 我講了幾次47人案 我沒有說很久 今天我就不可以再說 因為有判決 有判決我都不說就很離譜 我沒有理由不說 但沒有辦法 我一說這些案件 我又跌份跌得很厲害 無論Patreon也好 會員也好 甚至訂閱也好 都一定會大幅下降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 升少少之後 我又要面臨一次很大的跌份 今天我就沒有辦法不說 47人案的判決結果 全部有分析的事 我多數不說 法庭事件也說得很詳細 或者庭刊也說得很詳細 我不說了 我就從配案書那裡看 我自己說一些我自己歸立的心得 我主要想分析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今次的裁決合不合理 因為有些人會單從結果 判斷是否合理 有些人會覺得 只要判他有罪便不合理 或者只要判他沒有罪便不合理 譬如今次有兩個人是脫罪的 有些人已經覺得 搞錯了 這兩個人為何會脫罪 或者其他人是有罪 有些人會覺得 有罪便不合理 所以今天要看看 如果不是單從有罪還是沒有罪 判斷是否合理 這次判決算不算合理 我嘗試抽離政治的看法 純粹由法理方面去看 究竟他算不算合理 即是說 我這次純粹由裁決理由書 去判斷是否合理 這次裁決理由書 是香港第一次由高院頒發的裁決理由書 因為以往高院的案件 都是由陪審員去判的 陪審員去判的話 就不會有裁決理由書 因為沒有人知道陪審員的裁決理由 除非在區域法院去判 由法官去作出事實裁決 或者裁判法院的案 由裁判官去作出事實裁決 否則高院就一定不會有裁決理由書 所以這次因為第一次 在高院裏沒有陪審員 而改由三個法官去合議 所謂合議庭 所以這次就一定要有裁決理由書 因為你不是由陪審員去審 不是由陪審員去作出事實裁決的話 法官就要很清晰地解釋 你的裁決理由 你作出事實裁決的時候 是甚麼理由去作出事實裁決 所以這次就是高院第一次 頒發裁決理由書 我們就從裁決理由書 看看究竟這次的判案是否合理 當然三百多頁的裁決理由書 我不會全都說 只是綜合來說 我覺得它是合理還是不合理 另外我想探討另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這次的案件 不是由三個法官去審 而是改由陪審員去審的話 有陪審員參與案件的話 那裁決會不會是一樣呢 主要探討就是這兩個問題 首先這次的裁決是否合理 首先我真的要說明 我的前提是甚麼呢 甚麼是否合理呢 我所說的合不合理 就是在說 現實上香港現在是有國安法的 現實上是有的 法官審案在有國安法的情況之下 他就唯有根據國安法去審 難道他不理嗎 他不理會被人解僱 所以我們要現實一點 現在香港是有國安法 你同不同意國安法也好 或者你反不反對 或者你覺得國安法 合不合符中英聯合聲明 或者基本法也好 總之現在是有國安法 那法官就要根據國安法去審 所以我們判斷是否合理的時候 我們就不理會國安法本身是否合理 或者是否合憲 我們想的是 根據國安法的話 即是純粹根據國安法去審的話 這次的判決是否合理 當然你會說 只要根據國安法去判就不合理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 你只可以說國安法本身不合理 你可以得出你的結論 你又不可以說法官根據國安法 如果他真的依正國安法 合理來判斷的話 即是在我這次討論裡面 我就視為合理 大家明白這個意思了 即是不要再搞亂 究竟我們現在 會不會說我認為它是合理 即是說你同意國安法 沒有這個意思 只是說 現實上香港現在是有國安法 而法官是要根據國安法去判案的 如果他真的根據國安法去判案 判得合理的話 我就定義它做合理 好 今次我說的合理 是說這件事 好了 究竟我覺得今次的判決是否合理 我先給你一個簡單的答案 整體上 我是不同意這次法官的判決 是不同意 那為什麼不同意呢 首先 這次案件的檢控邏輯是怎樣 如果你有聽過我之前說的 四十七人案 你就應該知道這個邏輯是怎樣 我這一段影片也說一次 今次我綜合也說一次 整件案 首先我們要知道 什麼叫串謀 因為現在是過去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首先知道什麼叫串謀 所謂串謀 意思是被告達成了秘密的協議 如果這個秘密的協議 是落實的話 是會達成一個刑事罪行的 這就是串謀 而國安法第22條頁顛覆國家政權罪 就是以非法手段嚴重干擾 阻撓 或者破壞香港特區政權機關 依法履行職能 只在顛覆國家政權 所以加起來 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即是說 被告達成了秘密的協議 而協議的內容 就是透過選舉協調機制 獲取立法會的過半議席 然後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最後達至特首下台的後果 整個所謂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就是這個意思 整個計劃是怎樣呢 根據控方所說 整個計劃就是源於2019年12月 在蘋果日報 戴耀廷發表的文章 他就說 立會奪伴 走向真普選重要一步 這個視為整個計劃的開始 然後連續幾個月 戴耀廷就在Facebook和報章 發表相關的文章 去宣傳這個理念 而直至2020年3月和4月 35加計劃的終極目標和用意 就很清晰地呈現在公眾面前 即是透過Facebook 戴耀廷的Facebook 和報章的文章 已經很清晰地說了 只要透過35架 即超過一半議席 就可以透過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最後達至特首下台這個目標 當然當時還未知道會有國安法 或者當時國安法真的未實行 但是現在所說 在國安法實行之後 這個計劃仍然存在 所以就仍然可以控告他 除非你說 國安法實行之後 他就沒事了 即是不再做了 所有計劃取消了 那就不能控告 但是由於 國安法生效之後 這個計劃仍然在進行中 所以 雖然整個計劃 在國安法生效之前達成的 但是仍然在生效中 在國安法生效之後 仍然在生效中 所以仍然可以控告 根據控方的說法 由於他的用意 即是根據大耀廷的文章 和35家的起草綱領 整個用意 是希望利用35家的計劃 是破壞 推翻和摧毀現有的政治制度 和香港特區的 一國兩制方針所建立的體制 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的意思是 原本這個設計 即是原本基本法規定 立法會過半的議席 否決財政預算之後 可以令特首下台的機制 是用來處理 特首和議員的意見 出現重大分歧的時候 的解決方案 這是很多國家都有的解決方案 即是議會和領導人之間的分歧 重大的意見分歧 而引申出來的解決方案 但是 現在 你將這個解決方案 原本是用來協調 或者磨合 解決一個 意見分歧的解決方案 變成了令特首下台作為計劃的目的 這就算是犯法 這是一個恐慌的立場 即是情況等於什麼呢 情況等於 一部電腦系統 原本設計出來的時候 你接觸它是沒有犯法的 它設計到 如果有大量人 一起接觸它 這個系統就會自動設定 以保護電腦系統的 當有個人 看準了 原來有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 是用來保護電腦的 他利用了這個設計 處心積累 約一班人一起 接觸它 讓這個電腦自動關機 然後再關機 再做一次 處心積累破壞 原有這個系統 令這個系統不能運作 這個做法 是一個罪行 是犯法的 控方就是這個意思 即是 你將原本用來設計 用來處理大量分歧 即是意見分歧 特首和議員之間的 意見分歧的解決方案 作為使得特首下台計劃 所以 控方認為這是一個罪行 當然 法官最後也認為 這是一個罪行 所以法官和控方的意思是 35加計劃 就是利用一個 原本用來處理 特首和議員之間 嚴重分歧的機制 就是作為迫使特首下台的方法 所以控方認為 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以達至特首下台的目的 就是以非法手段 顛覆國家政權 而戴耀廷在推行35加計劃的時候 就等於達成了一個秘密的協議 這個協議就是以非法手段 顛覆國家政權 所以看到 控方要證明的是 在國安法生效之後 他們仍然維持了這個協議 又或者 某個被告 在參加初選的時候 他沒有改變原有的協議 即是繼續參加初選 而他帶著這個意圖 即是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迫使特首下台的意圖 去參選初選 如果是的話 證明到的話 就要判他有罪 所以你會看到 主要涉及的爭議 是包括了兩方面的 一方面是事實的爭議 另一方面是法律的爭議 事實爭議是什麽 即是每一名被告 在參加初選的時候 他是否真的知道這個協議的存在呢 首先 這個協議是否真的存在呢 就要證明 但當然很容易證明 因為戴耀廷真的很多文章 去講這個初選計劃 你認不認同這個是犯法也好 總之 控方認為這是犯法 而你要作出的事實裁決 就是要證明他在參選的時候 知道這個計劃的原本意圖是什麽 所以每一名被告的事實爭議 就是 究竟每一名被告在參選的時候 即是參加初選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知道這個協議存在呢 又或者 他是不是真的同意這個協議呢 即是這個協議可能存在 但有些人參加的時候 我不同意的 可能他純粹只是想 參加一次普通的初選 即是他不同意的計劃 例如 其中一個最好的例子 就是劉偉聰 劉偉聰之所以打贏了 即是被判無罪 他就是在事實裁決這部分 打贏了 因為法庭是認為 事實上真的不知道他 即是不能夠百分百肯定 他在參加初選的時候 他是同意無差別 否決裁定的預算案 這個做法 即是不能夠知道 為什麽不能夠知道 這是法官說的 法官說 雖然 他的名字是出現在 諾默無悔的聲明裏面 大家知道 諾默無悔這個聲明 其實是等於白紙黑字的寫明 是要無差別否決裁定預算案 以致特首下台的目的 即是說 默諾無悔這個聲明 在控方的立場來說 是白紙黑字的認罪 只要你有簽到諾默無悔 即是你承認你真的想著無差別 否決裁定預算案 即是你想著透過這個方法 去轟特首下台 而根據法官的裁決 他認為這件事 是屬於非法手段 以達至顛覆國家政權 所以只要你簽了諾默無悔 等於致政犯罪 所以現在就說 諾默無悔的聲明 其中一個簽署人的名字 就是劉偉聰 照計劉偉聰一定是有份 參與秘密協議 以控方立場 或者法官立場也好 因為法官已經裁決了 無差別否決裁定預算案 算是非法手段 所以 照計劉偉聰應該是有罪才對 但原來 劉偉聰就說 這個簽名不是我簽的 似乎是他的職員去簽的 而似乎 法官看到 在任何場合 包括Facebook 選舉活動 劉偉聰真的沒有提過 有關的內容 他沒有提過 無差別否決裁定預算案 沒有提過 要利用這個方法 去轟特首下台 他甚至沒有提過 五大訴求 所以 法官就認為 似乎他真的不太肯定 這個人在參選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贊成 無差別否決裁定預算案 而且不只 在拘捕他的時候 在他的家裡 搜到一份稿 那份稿 是九龍西論壇的辯論稿 提到 無差別否決裁定預算案 所以 這是一個證據 控方認為的證據 但法官就認為 但他實際辯論的時候 他是反對的 實際辯論的時候 他認為 不應該無差別否決裁定預算案 所以法官就認為 在他參選的時候 真的參選的時候 他是不是真的同意這個方法呢 他是不是真的同意 麥樂無悔所說的話呢 所以法官作出了兩個事實裁決 第一個事實裁決就是 麥樂無悔的簽署 不一定是他 而且 似乎他真的未必會知道 即是參選的時候 他未必會同意 無差別否決裁定預算案 這個做法 所以 在事實裁決方面 法官認為 沒有辦法裁決 他有份參與這次協議 所以 是贏了的 這就是事實裁決 你會發現 麥樂無悔這份文件 這份聲明 是很重要 令到 可以對他們作出有罪的事實裁決 即是說他們是有參與的 如果你有簽 就有參與的了 因為本身 就算辯方 即是被告 都同意這個所謂的麥樂無悔 他之所以叫麥樂無悔就是 你在國安法生效之後 很多人都知道 其實是有國安風險 即是這個35家 參與人很多人都知道 參與人很多人都知道 提出 會不會是有風險 國安法生效 所以有些人認為 需要撤回 這個無差別否決裁定預算案 這個做法 有些人認為 否決還否決 但我們不要宣布 即是我們偷偷對否決 因為如果一宣布 就能支持大家 民意是不會站在我們那邊的 所以有部分人認為 現在真的有國安的風險 即是國安法的風險 因為國安法已經生效了 所以就撤回 但不要跟別人說 有些人認為 真的要跟別人說 如果不跟別人說 就一樣告你 有些人堅守 我們不撤回 還堅持 我們不僅不撤回 我們還要白紙黑字 將這個原本的計劃寫出來 而且簽名 大家做證 所有人都看到 我們不僅不怕國安法 我們還會簽名 證明我們真的這樣做 所以 脈絡無悔 就是白紙黑字 承認有這個協議存在的文件 只要你簽了就是了 所以你看到 如果你定義無差別 否決財政預算案 迫使特首下台 是真的非法手段 來顛覆國家政權的話 那脈絡無悔 就是自證犯法的 在事實裁決方面 這份文件 就成為了很重要的衣� 這就是事實裁決 就是說 判斷你真的在參選的時候 是不是帶著一個意圖 希望可以在當選之後 透過無差別 否決財政預算案 來迫使特首下台 這是事實裁決 就是說 判斷你真的在參選的時候 是不是帶著一個意圖 希望可以在當選之後 透過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來迫使特首下台 這是事實裁決 另一個爭議就是法律裁決 例如 什麼是非法手段 非法手段 是否包括暴力 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算不算是非法手段的一種 怎樣是顛覆國家政權 這就是法律的爭議 法律的裁決 大部分的法律爭議 其實我大部分都同意 法官所作出的法律裁決 我多數同意 例如非法手段 是否一定要包括暴力元素 辯方認為法律條文 應該用平衡類比的原則去考慮 意思是說 什麼叫平衡類比 以前我說過 不知什麼案 好像攻擊性武器那些案 我在說什麼叫平衡類比 例如 雞 鴨 鵝 還有其他 其他其實是什麼 你就要平衡類比 因為之前說的 雞 鴨 鵝 鵝 都是家禽 其他 都應該是家禽 沒有理由 雞 鴨 鵝 蛇 應該不是 甚至離譜一些 雞 鵝 鵝 木桶 其他意思一定不是這個 這就是不符合平衡類比 又或者 肉 生果 蔬菜 如果這樣的話 就預示了其他 即是肉 生果 蔬菜 其他就是食物 OK 你沒理由 肉 生果 蔬菜 貝多芬 沒理由這樣 這就是平衡類比 所以辯方認為 這個條文是寫 暴力 或其他非法手段 所以平衡類比 非法手段應該包含暴力元素 才合乎平衡類比的原則 但是我覺得 真的不太同意 而且是明顯不同意 明顯平衡類比 不應該這樣 你想想 如果暴力 或其他非法手段 非法手段 都要包含暴力的話 那他用不著說其他 他用不著說 各種暴力手段 他用不著說 他用不著說 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 即是說 其他非法手段 是不包含暴力的 這樣才對 平衡類比 應該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不認同辯方這一點 我是認為 根據條文 其他非法手段 應該不一定要包含暴力元素 但有些人認為 其他國家 有關國安的法例 都一定要涉及暴力元素 首先 不是的 有時候用偷的手段 騙的手段 去影響國安 都可以的 即是其他國家的國安法 都會的 的確很少 好像香港 用語言去煽動 都算 香港這種情況 真的少 但不是一定要用暴力的 用偷、欺騙的方法 都可以的 就算是 我當是 也是國安法立法的問題 因為現在 條文真的這樣寫 條文真的這樣寫 我們真的要跟 你可以反對 反對的是 國安法立法的問題 不是現在施法的問題 也不是判決的問題 所以 既然他真的這樣寫 他演繹出來 真的不應該包括 暴力、施算、非法手段 我們就根據條文 真的 應該將非法手段 演繹到 不僅一定要暴力 這是我個人觀點 那 是否就是說 我同意法官的觀點呢 又不是 其實 非法手段這一點 就是我正反對法官的演繹方式 因為我認為 雖然條文裡面的非法手段 我認為不應該是 必須包括暴力 但是我認為 無差別 否決財政預算案 其實不算是非法手段 你可能覺得很矛盾 我剛才才講完 我舉了個例子 很多人約在一起 一起assess某個電腦系統 令到電腦系統癱瘓 雖然 assess的電腦系統不算犯法 但專門以一個意圖 去癱瘓 即這個意圖 約很多人一起assess 就是犯法 對吧 即是意圖很重要 雖然個別 真的有很多人 一起assess 他會癱瘓 但是 你專門令他癱瘓 就是犯法 所以相同原理 透過無差別 否決財政預算案 如果你的意圖 令到特首下台的話 那你就犯法 這就是控方 或者法官現在的意思 即他的意思就是 雖然否決財政預算案 本身不是犯法 但專門透過這樣 令到特首下台 就是犯法 OK 這個意思我希望大家明白 但為何我現在又說 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我認為不算是非法手段呢 留心了 真的比較複雜 我真的擔心大家明白嗎 現在我們想的就是 條文 那個條文是說 透過非法手段 達至顛覆國家政權 對吧 所以我們要判斷的是 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算不算是非法手段 而不是探討 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已達至特首下台 算不算犯法 我再說一次 我們想的是 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算不算是非法手段 而不是在想 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已達至特首下台 算不算是非法手段 OK 即是說 根據條文 要符合這條控罪的話 是要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本身已經是犯法行為 已經是非法手段 如果不是 你為何要寫非法手段 你寫任何手段 就行了 如果你依照今日法官的解釋 你就這樣寫 以任何手段 顛覆國家政權 就行了 你無端寫非法手段 非法兩個字 一定有意思 一定是 本身那件事 已經是達至非法犯法 才會用非法手段 所以這次 真的不同意法官 對非法手段的詮釋 我認為根據現在的法例 應該是判他沒有罪 因為條文真的寫 要用非法手段 去達至特首下台 即是說 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本身要是非法手段 那怎樣是非法法呢 好了 我不同意法官的詮釋 所以我認為 今次的所有被告 都應該是沒有罪才對的 可能你會說 但立法的原意應該是這樣 今次法官提出了很多文件 就說 立法原意是不需要 那個本身是非法手段 就是這個意思 總之你意圖是想特首下台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也是那句 為何你的條文要這樣寫呢 要寫非法手段 不寫任何手段 那當然是 你改一條法例 可能你今次 原意不是這樣 但你寫錯了出來 就是這樣 或者人大釋法 沒有案法的 總之 在現在條文之下 這樣去解釋 我是不同意的 這樣的裁決 我是不同意的 OK 這是我的立場 我對於事實裁決 大體上我是同意的 那麼多的被告 法官所作的事實裁決 似乎都有根有據的 即是哪些被告 其實肯定去參加的時候 已經帶著這個意圖 即是無差別 否決財政預算案 這個意圖去參選 似乎都挺清晰的 尤其是有份簽 麥樂無悔的人 就一定是 即是無法爭辯的 但我認為 即使是這樣 也不大致是犯了這條法 這就是我的立場 當然你可以反對 也可以贊成 這只是我個人立場 但如果這次有陪審完審 的話 裁決是否會一樣呢 這個問題是怎樣呢 回到剛才說的 這次的裁決 是分了兩種 有法律的裁決 即是法律爭議的裁決 和事實的裁決 我本人大體上 是贊同 或者同意法官的事實裁決 即是哪些人 其實當時是抱著 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 這個理念去參選的 我覺得法官的分析 似乎都是對的 所以事實裁決 我是贊同法官的分析 所以如果我是陪審員 至少我是陪審員 我作出的事實裁決 和法官應該是差不多的 但你也知道 我作出的法律裁決 就應該和法官不同 至少在非法手段的詮釋 我和法官是不同的 如果是陪審員是怎樣呢 陪審員就是 根據法官的法律裁決 然後Pass給陪審員 作出事實裁決 然後最終兩樣加起來 就是最終裁決 可能你會說 陪審員怎麼能聽得懂 什麼非法手段的東西 不用明白 只要法官作出法律裁決之後 他純粹就叫陪審員判斷一下 你覺得他們參選的時候 是不是帶著 無差別否決財政預選案 這個理念去參選的呢 他只是判斷這些就行了 他就會指引陪審員 如果你認為他參選的時候 真的想著 無差別否決財政預選案的話 那你就真的要判他有罪了 假設陪審員真的會聽話的話 他的判決 真的有很大機會 會跟這次法官的判決一樣 至少我是 我不說其他 至少我 對於事實裁決的部分 我是贊同這次法官的裁決的 只是不贊成法律裁決 但如果我做陪審員的話 我就不可以作出自己的法律裁決 我要跟從法官的法律裁決 他引導我只是判斷 他當時是否真的帶著這個理念去參選的話 我就要作出自己的裁決 然後判他有罪或沒有罪 所以我認為這次如果有陪審團的話 如果那些陪審團 又真的跟從法官引導去判案的話 相信結果和這次真實的結果 可能真的相差不遠 所以不一定有陪審員 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視乎裁決主要是基於法律裁決 還是陪審員的事實裁決 去得出 所以大家要知道 這次兩名脫罪的被告 是在事實裁決中打贏了 而其他人 全部都是在法律裁決中打輸了 就得出現在這個判決 之後會上訴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有什麼理據上訴 尤其是控方上訴 我就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打 因為似乎都要用事實裁決 因為這次這兩名被告知 所以被判無罪 是因為事實裁決而被判無罪 所以控方就要指出 在這次的三位法官 作出事實裁決的時候 犯了什麼錯 即是判他無罪的時候 犯了什麼錯 才可以令到他上訴得值 如果有需要再跟進 我才會再跟進這種案 希望這次不會掉粉掉的太多 OK 拜拜 再次用鍵